西旦争议 赖清德至始至终 没有说过一句话 对不对 可是他今天说了 他在中床会隔空 向陈秦仲说 辛苦了 肯定他展现了 政务官的精神 这是目前最新 陈秦仲走了 当然国民党一定是酸他 溜之大吉 说这个换代还在 你人走了 陈部长有空写请辞文清文 没空把争议离清楚 这出淡淡危机的中场斗号 竟然是部长溜之大吉 实在令人失望 侯友宜在美国好不好 一样也是岳阳跨海 还要追查坏蛋流向 同时也针对陈秦仲的请辞 侯友宜说 人民最重视的是食安问题 你部长个人的去留 真的不重要 重要是把鸡蛋 从进口到流向的过程 清楚交代给民众 还有台中相饶庆林 之前有好几次 跟陈秦仲交手的经验 为了农产品的事件 这一次他也忍不住了 他说怎么可以说走就走 谁来把事情说清楚 真的是荒诞至极 而另外呢 游淑惠直接告诉我们 他所留下来的四大谜团 第一个 巴西蛋的出口牧场厂商是谁 这个牧场真的没有禽流感吗 是跟日本抢来的蛋 还是日本不要的蛋 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第二 硬要从巴西买蛋 是为了台湾的超私 还是巴西的某人 我们也不知道 第三 巴西蛋的保存期限到底多长 为什么巴西出口到其他国家 保存期限是90天 而这一批变成120天 校旗的部分始终没有说清楚 第四 超私的神秘老板至今是藏镜人 能否出来说明当时如何神通管 广大的 有这样的一个管道 短短几天漂洋过海 找到了巴西这批蛋 目前还是一团迷雾 所以陈其重 六之大吉 但很多人也在讲 是弊重就轻 很多人是说逃弊的弊 但是这个 王上志上志歌呢 直接是说 吉弊的弊 陈其重的重 弊重就轻 要救赖清德 所以包括现在 蔡赖之争 公斗说的这些传闻呢 就 大家就讲的会声会影的 比如说 美岛电子报董长 吴子嘉就说 陈其重请辞 为什么他只撑了两天 在短短两天之内 发生惊人反转 就是因为赖清德的人马 去逼宫了 去逼宫蔡英文 这个部分我们看到 总统府刚刚有回应 总统府针对 吴子嘉的逼宫说 说报道中 吴子嘉所称 内容完全属无稽 对于吴子嘉 常态性发表 不实言论 也呼吁国民 不要受到错假资讯误的 委员怎么看 这不是就是蔡赖之争 公动大戏吗 我当然没有办法确定 吴子嘉讲的是真或假 但是他也不一定要是 逼宫蔡英文 只要你新潮流戏的 觉得赖清德 现在的选情很危急 他就会把他砍掉 我们看过他砍到好几个人 不是因为选情危急 担心被波及 对 那如果真的 林川媒报导那么准 哎呀你看嘛 坏蛋越次越多 民调越长越高 那请台湾到把线去吃坏蛋 他担什么心呢 你说赖清德自己 有没有在做民调 有啦 有 他已经看到自己民调 已经跌了嘛 那所以急得要什么呀 要砍人嘛 那不管说 到底陈吉仲走好还不 他当然是走了 对赖清德是好嘛 那他一走的话 虽然他可以找什么陈俊济啊 来补一下啊 陈俊济是谁啊 他是专业的事务官 陈俊济一辈子只做一个头路 就是在毕业以后 离开学校就在农委会 从什么客员做到客长 从客长做到什么农产 什么改良 什么农业改良处的 副处长处长 然后一些是农业试验所的 什么副首长首长 他一辈子没有第二个头路啊 他整天都要搞 可是对不起 他这个 他这个所谓的副部长 这政务次长啊 他没有管到淡这一块 另外一个管了 所以你找他来接 他当然 我再去吵吵看 我对这次要来看 他给装傻啊 所以你在一党的立法院 就问不出个手以来来啊 所以断点已经成立了 断点成立的话 这个消息 民进党糊隆糊隆 就过去了啊 不然陈其中文立下很大的功劳啊 把侯友宜啊 在美国的新闻 几乎都盖住了啊 盖住侯友宜还谈蛋才有新闻 他不谈蛋的新闻啊 所以鞠躬绝尾 赖清德当在中常委里面表演一下 感谢集中兄 你闹出这个蛋的新闻啊 让这个郭台铭连肃也没新闻 让这个侯友宜 让美国访问也没新闻啊 哎呀 公在党郭啊 在安抚谁 安抚小鹰 因为陈其中是最标准的 小鹰的男孩 刚才韩濱兄讲对 他难改跟蔡英文吵架 他小鹰的男孩 跟小鹰吵吵嘴啊 逗逗嘴 他就把他形容成 我跟他吵架耶 他有什么狗胆 没有那个胆的啦 那今天这个闹剧 我不否认 我们在党在怎么批评 在怎么监督他 他新闻的消息量会下降 因为没有这个角色 没有一个批判的对象 陈建仁就傻乎乎的笑笑 他还讲不出个索与兰来 那陈俊记做代理的农业部长 他就立法委要什么资料 要多少给多少 偷偷拉拉塞一下嘛 一定是这样做吧 那这个事情就会淡下去 那现在国民党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啊 要去做一张批图 林静怡要拿一个蛋 请大家吃巴西蛋 要弄一个 这个所有的民进党的立委 比如说吴思瑶 请大家吃巴西蛋 还有高嘉宇请大家吃巴西蛋 这样才有宣传效果啊 因大家已经了解到 哦巴西蛋 所以会波及民进党的 所有的立委候选人 这才是国民党要打的一个好方法 那另外打赖清德 他装实啊 所有的媒体堵麦 所有的媒体追他 问这个有关你陈吉宗的事 从头没有讲过一句话 等到他走了以后 怕小英集团的人反弹 搞不好小英的人在气什么 不是气陈吉宗走路啊 气什么 这一些都是你们新潮流搞的 怎么让我们小英的 英系人马这个受伤呢 其实对我们老百姓来讲 通通是你们搞的 你们民进党搞的 你们还在划分英系跟新潮流系 那你到底有事啊 所以吴子佳讲的是说 逼宫可能不是真的逼到蔡英文身上 可能这是什么 在行政院的那个陈建伦 被逼得一塌糊涂了啊 不准你赶快准 第一个时间陈瑞允不是说不准吗 你好歹你不准的话你看看 我们接下来怎么弄你啊 所以怎么怪不怪的就准了嘛 那准了哪需要这个蔡英文同意啊 蔡英文现在 你保委保这个陈吉宗也不是不保也不是 就放任什么林静宜啊这些人去帮哎呀 英龙晚债啊晚袭啊 牺牲啊一下子秋吉尔可能下一次要越飞了 是不是蔡英文也保不住啊 他知道保不住 他当然保不住嘛 对不对 因为整天都有话题他就是个人嘛 而且所有的数字人家越对越不对劲嘛 只有一家义美嘛 你相信吗 有多少的中秋月饼店买到你们的蛋 你们现在怎么交代 哎中秋节快到了哎 你这一波怎么度过这个事情 所以啊把这个火给先洗了再说了 那当然在于党不会放手 可能继续啊在这个质询啊 在很多媒体上不断的 去追查这个巴西蛋的问题 所以讲得好啊 谁是真正的幕后人物啊 对啊 有到现在没有人相信秦宇乔 秦宇乔从来没有出来过 所以一定有真正的仗境人 不然你 你陈其中怎么会批准 你怎么一大把钱就丢进去 补贴他进口蛋 也不查他蛋的来源 你在买BNT不是还要BNT原厂证明书吗 还逼国台名书 你敢原厂证明书拿来 那个时候我印象都很深刻 我们杨明兄还拿一堆文件都比来比去 没有啊 就现在就是巴西蛋出问题啊 那你巴西蛋出问题要找责任啊 厂商要不要负责任 请你瞧我才1000块的资本股东 我能负什么责任 那我3800万领了 搞不好也不是他自己给领了啊 他只是车手领回去就交给很多人分啊 那谁啊 那林聪姐在跑啦 所以这个断点我不能不说他断得很成功啦 但是至少已经把损害控管已经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赖清德可以喘一口气主要是在这里 所以赖清德讲那个话不是在赞美陈吉仲 那谢谢陈吉仲你终会滚啊 让我松一口气啊 明天新闻可以谈别的事情啦 那委员我补问一句 因为我们刚刚讲林传媒的民调嘛 那你觉得民调这件事情在赖清德的身上 因为刚刚波基也说 现在蛋烧到最高点的时候 其实在民调上还是没有呈现出来的 我同意杨明兄的说法 蛋的时间点嘛 调查时间点不是在高峰 可是他本来就不会反应 因为这个民调是用那种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选民才是真正的 我们在统计学上所有的选民叫母体 就是我调查的对象这个叫母体 可是我不可能 开玩笑 一千五百万的选民 我怎么可能每一通一通打 打完全局结束了 不可能是 所以我要抽一些人出来调查 然后再抽样的理论说 我抽出来的精准度 能够代表我的母体 到了统计学有意义的标准 当然统计学有一套理论 就是说我用这个方法调查出来 保证大概七成可以反映出 所有的母体的意见的倾向 可是问题我怎么抽这个样 就是很大的学问 那正统的方法就是因为 由这个中华电信公司提供的室内电话 住宅电话 第一个确定他是住宅 第二知道这个电话是装在哪一个 什么台北市大同区 高雄民雅区 很确定地点 然后打电话进来还户中抽样 什么叫户中抽样 打电话去 刚好是这个千惠你接 他说不行不行 你家里有没有60岁上的老人 这个时候你电话声音 你要假装60岁不太容易假装出来 因为你第一通就电话 你假装我已经80岁了 那不相信 或者说对不起我要找男人 对不对 他会这样子故中抽样 所以这样的一个精准度 在学理上实物上会证明说 我经过这样的抽样方法出来的 会非常接近母体的意见 而且只要抽1000多样 样本只要是有效的样本上就可以了 中天的爱普罗是用这个方法 然后这个TPS也是用这个方法 美丽岛电子报好像也是用这个方法 对 可是现在就出现有人挑战这个方法 他说现在不太能接室内电话 所以手机也要加入 所以手机也要加入 可是中华电信远传就不提供手机的号码 所以很多手机号码的来源就大家忽乱收集一通 也不能叫忽乱收集 很多不同场域里面去慢慢收集去对照 然后不断的测试 就是不断的用民调去打电话去测试 测试好像跟结果 跟室内电话差不多 就慢慢选出一组样本出来 不断的从募打 但是大家还一直来忽乎 认为就是手机的 如果有手机的一个大样本可以来抽样的话 应该是最精准的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大样本 都是这种偏颇的样本 所以中间就没有理论基础做一个连结 这是手机被大家诟病了 所以经常有民调说 好好我四话一半手机一半 好 勉强好像可以啦 可是现在有人就说 我干脆手机电话都不打 成本很高 我就干脆用什么 手机简讯比较便宜 那有人就拿到神用 我就填 填不填 填不填是由当时街道人做决定 所以就会有人有1450可以出现 可以操作 我就搞一批人整天在手机显讯 在弄这个东西 那就可以了 而且主动 你甚至于不用接到 你就主动定期的看它发出来 你就主动发回去 所以变成不是一种随机抽样 比如说我跟杨敏兄讲 你有收到 大概什么时间收到 我就用同样的方法 我就回回去 那你对方也没办法见北 所以手机卷信是有问题的 那网络更糟糕了 网络用email对不对 他说哎呀我分成啊 我大概收集很多知道 哪些 问题是 会使用 现在会使用这个手机 email 来回答这种问题 在人口上也是很少 除了特定人在我们在操作 所以网络上不能叫民调 手机上这种做法 也不能叫民调 所以你会发现说林川美 他在辩解是这样 当时侯友宜有阵营有怀疑 说你这个方法是不科学不对的 他说 有啊我们做过好几次好感度调查 拜托好感度调查 跟这种竞争性调查不一样 什么叫竞争性调查 就是你要比照说 到底你支持柯文哲 侯友宜还是赖清德郭台铭 这个是互相竞争 你只能选一个啊 所以这个时候抽样的幅度 就要很精准才对的 那什么叫好感度就是我们三个 我也可以喜欢这个 马前卫你可以讲说 哎呀我比较喜欢黄阳明好感很好 我也可以喜欢这个谢寒冰啊 这是不冲突的没有竞争性的 他说你 侯友宜你要做新北市长的时候 你的我们调查过你的好感度 跟其他调查差不多 这不一样好不好 所以我认为林川美这种民调 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参考 什么参考就是 正牌民调之前的一个预备性的 民调的参考 因为他成本很低啊 通常 我的数字不晓得对不对 就是以前我在做这种 帮国民党做这个民调的时候 大概通常要花20万到30万 对差不多 那现在这个好像不用几万块 就要去做完了 所以这两个成本差距的考虑 所以很多人 因为他这个省掉访员的成本 对访员成本很高啊很高 好像不只访员成本好像他有一些 主要是访员啦 因为他这个全部都是你回来 填网络问卷就进入资料库 所以你只要把那个系统做好 你可以用很多次 对啊 差很多 成本就是说才 金普通讲的9万块 好我们来看今天这个此时此刻 在农业部在帮成众办的 欢送会有画面传回来 就是欢送会好这张 那网友就说 怎么看起来就有点哀戚 像是在告别室是不是 整个色调整个感觉 好啦给大家看一下 那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这一次刚刚大家提到了 就是其实好像就是蔡賴之争 在这一次的这个鸡蛋争议 曾经政务的下台事件上面 包括了很多媒体都有一些解读啦 来看ETtoday 直接就说曾经政务度辞官 党内太焦虑了 担心他会变成破口 所以被请辞系码加速下台的时程 好主要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陈丰都觉得说 曾经政务确实有解决一些鸡蛋 蛋元不足 还有一支蛋价的任务 但是在进口蛋的议题上 党内的辅助炮火严重不足 造成党内派系 特别是新潮流系的高度焦虑 而陈丰还不是愿意 救陈吉仲的去留扣下板机 这也才冒出后续 陈吉仲被放话请辞获准的戏码 不过进口蛋的争议 确实也不是陈吉仲的人头可以止血 在野阵营策略很清楚 看准陈吉仲的仇恨值 先将他击垮之后 再进一步追打新系的林聪贤 就是续产会的董长林聪贤 尤其鸡蛋的保存期限 实案问题 不仅陈吉仲的责任 更是林聪贤的执掌 按照此一入境 可以职工赖清德 那么陈吉仲林聪贤 现在双双请辞了 虽然落入在野党选战的进攻节奏 但也减缓后续在野阵营追打的力道 同时在党内派系的问题上 新系 英系都可以共同承担 尚可以整顿继续迎战 好 但我现在要请较波介事 包括这些郑立文委员 他也讲 他说其实看得出来 就是现在完全是 民党内的派系共治 但现在完全被新潮流主导 所以蔡英文已经跛脚 那某种程度 在刚刚过状的亮哥也认为蔡英文在这一局 好像被打残了 所以是英系落败 新系占上风了吗 我觉得搏不搏脚道还言之过早 因为以这一局来讲 看得出来 成吉仲不见得能够代表蔡英文 而且呢 这个很重要的是 现在大家 你要知道在这个任期 蔡总统任期不到一年的状况下 大家在意的是下一个老板 你重点是要下这个明年一月的选战 民进党要继续执政 所以呢 当你今天 我不可能为了挺蔡英文 导致我明年选战 整个地盘丢掉吧 尤其现在领先这么多 他们怎么可能愿意 因为一个小小的鸡蛋争议 居然可以搞到这个天怒人怨 对 本来 本来鸡蛋的问题没有人在乎啊 本来鸡蛋的问题 你看打超市倒那么久 其实效益很低 为什么 因为只要他们 他只要铺排好 农业部把这个断点设好 然后呢不出来的去场会的 林冲贤不出来 秦宇乔不出来 你永远不知道那个真相如何 他就 他告诉你的合约 你就是合约 那就这样啦 对 那可是呢 现在第一个要进入到立法院的攻防 那第二个 发生了这种所谓的 食安疑虑的问题 还有就是 巴西鸡蛋的保存期限的问题 浮上了台面 那这个问题就开始挑战一般人的尝试 我一直都说 当你今天 你们执政党所说的 违背一般民间的尝试的时候 就好比像去年林志坚的论文 然后林志坚去说是余振皇抄他 那就违背了一般人的尝试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判断 当今天只要你违背尝试 像去年就是台大做出一个定夺 你还要跟台大对着干 今年 大家就已经看到这个鸡蛋 你放了四个月 你还在放在市面上 要来卖的话 你还没有人会想相信说 这批蛋友是平安的 是品质可以信任的 所以这种马上可以立刻 轻易判断的是非问题 在执政党还要去辩护的时候 他们会很难下手 所以这个时候把 用做所谓的政治决定 让陈吉祥 陈吉祥不认错 从头到尾都不认错 都没有认错 他昨天的道歉 居然是为了在野党抹黑 造成社会纷扰而道歉 他两次道歉都是这样 没有错 所以他在意的都是 他就强调说 他都没有错 进口鸡蛋老实说 我必须要 我这边公语中肯的讲 进口鸡蛋有没有错 没有错 可是你进口巴西鸡蛋 就有问题 你从泰国 从越南 从什么菲律宾 日本 马来西亚 这些国家 美国 其实你只要能够在一个月内 来到台湾了 我都觉得没关系 可是巴西有很多都是 四十几天才抵达台湾 然后你的这个保存的状况 现在又是一个黑箱 然后事实又证明很多的蛋 进到蛋那个加工厂 又会有一些乱七八糟 奇怪的现象发生 民众的食安的信心就崩坏 一崩坏 这时候执政党要帮他辩护 就会全部被 那个就叫全党挺一人 好 所以当他们的立委 我选择说 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挺下去 所以只好你陈吉仲 你要下台 那林充贤叫做陪葬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今天陈吉仲一个人走 下一个箭把就是领充贤 是 所以他一定要跟着走 所以昨天的那个模式 如果陈吉仲是心甘情愿请辞 昨天傍晚五点钟记者会 可以直接讲说 我已经递辞了 我正要问这个 所以为什么他当场不宣布 等晚上发脸 就是因为心不甘情不愿 他其实已经知道 上面叫他辞了 他知道 可是他就觉得很抱歉 今天我在公开 我绝对不会低头 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他觉得他做的都是对的事 其实对在野党来讲 有这种官员太好了 这个就是 让大家累积仇恨值的存在 可是赖金德那边的模式就是 这种人一直存在 对我们的选情 就会造成伤害 所以呢 这个一定是 我听到的版本是这样 礼拜二 礼拜二 不是礼拜二 礼拜一 礼拜一的晚上 府院党高层 最后的定案 就是让陈吉仲在这个礼拜 请辞离开 已经 就已经让陈吉仲知道说 你不用 你连 就是礼拜四 那个时间点就是礼拜四 你礼拜四行政院会结束 你就离开 那时候就已经定掉了 所以 昨天包括 你看哦 陈吉仲本来礼拜一去 要去 那个民进党团的办公室 报告的时候是他一个人 对 昨天增加了郑文燦 增加了什么 卫福部什么 就等于 所以我昨天就讲说 这个叫政治风险控管 很明显嘛 那结果昨天你看他这个 完全都不认错的嘴脸 我讲高层觉得 我们已经要你走 你不要再继续讲了啦 可是他 我讲他那个性格就是这样 我还是要讲 我还是要开记者会 我要把这个在野党抹黑 我就是要讲出来 好 再讲讲完 他们说好好好 你赶快发文了啦 够了啦 然后呢所以 陈吉仲一发完 林冲贤文章直接上线 就跟着 所以这个 整体来讲是一个铺排好的 但是陈吉仲是在里面抗拒的 但是他现在 上面连礼拜四都不让他等了 是不是 他是明天才正式离开 对 你说生肖日 对对对 所以今天办席别的会 明天正式离开 所以21号 他的离职日表 可是本来打算 他院会还让他去报告的啊 对本来 礼拜一的时候 那个陈建仁都还受访 都还说 当然他会去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 强调的就是 反正你已经跟大众报告完了 大家收拾 你这份报告大家都有了 是是是是 所以你那个效应 这也算报告了 不重要了 所以陈吉仲是谁真的不重要 那他现在离开 只是证明了 民进党那个官员就是免洗了 今天你不符合上面的意思 该换就要换 那你说这个蔡英文 就会因为这样跺脚也不至于 因为赖清德 还得要靠蔡英文的系统 支持 他的选情才能稳定 只是这些不安定的因素 他就是说赖清德身边的人 必须要快速的告诉总统府 这个不处理的话 我们会很辛苦 所以这个是现在民进党的 最高指导原则 有问题尽速处置 我觉得其实如果今天 从选战的考量来讲 这些是正确的 对妨碍到我你就管 因为我相信这两天 其实很多国民党 哎呀你怎么离开了 哎呀尤其很多很多在野党立委 已经准备好很多议题 礼拜五磨刀厚厚 准备要问陈其中 准备修理他 哎呀顿失舞台 然后到时候 陈建仁就是在笑笑的 然后礼拜五 你问陈建仁什么 他就免礼针啊 没有用 这个我们请代理部长回答 哇 陈俊记上来又一问三不知 没有人在乎陈俊记回答什么 所以这个议题我认为 除非后面还有更严重的食安风暴 否则基本上可能就止血成功 今天呢包括很多民党的人 尤其刚刚像亮哥讲到的一些独派的 当然还是会帮陈其中护航 但是亮哥觉得是也顶多到今天为止 比如说像吴英宁吧 吴英宁今天觉得他非常非常的难过 他说听到陈其中请辞的消息之后 心情非常难过不舍 真的不该再纵容同一批人 他一直讲到他2018年 攻击他同一群人这次来攻击陈其中 为了政治利益在攻击想要认真做事的人 接下来的相亲说明会 他说吴英宁说我一定会邀请陈其中站台 大家都觉得是不是这个点这样烧啊烧啊 也差不多这个火会慢慢熄了 然后可能他们要设的这个政治断点也都要断了 连赖清德就说好了 这个一副陈其中你功成身退辛苦了 但我要请教兵哥 你刚刚讲的说这个东西还会再继续烧 因为是鸡蛋的问题 包括邮淑慧刚刚他也提出了 蛋之四大谜 确实这些谜团我们到目前为止呢 没有人知道答案 但是会不会就这样无声无息下去了 你知道昨天农业部终于在 整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把这些所谓的 送到每个地方的仓库多少鸡蛋 几箱这些东西资料给了 可是就只有这些资料 对 完全没有任何保存期限也没有 从哪个机场来的 什么全部都没有 就只有很简单的某某仓储 然后送多少鸡蛋去 就这样子而已 那这种资料 资料请问一下有什么意义 这些地方政府本来就已经查到的东西 有什么好讲的 所以这个东西谜团还很多 这个是值得去追的为什么 因为我刚讲过云豹 因为到最后就是光电产业 他们内部这些 大家怎么去分红 怎么去盈利 怎么样去赚多少钱 怎么土地变更 那些跟一般民众 真的不容易搭上线 可是这个一般民众会很有感 特别是现在已经有学生 吃到肚子里头去 已经有很多民众喜欢吃的 包括某一些品牌 过去认为食安没有问题的 现在都跟着一起被牵连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 造成一波的风潮 那当然民进党的高层是希望 既然陈吉仲跟林冲贤都走了 那就此形成断点 你们就不要再追问 可是我一直在讲 我对民进党最有信心的 就是这群租队 包括吴英宁 包括林静怡 包括这些人 这些人真的树欲进而风不止 植欲养而青不带 你知道 人家你们的老大 都希望这种东西停了 你还拼命在讲这个事情 尤其是吴英宁是哪壶 不开心哪壶 你是在讲2018 你每次讲到2018 就让人家想起来 你就是全世界最贵的实习生 你什么都不会 你还好认真做事 认真你的头 所以网友又在下面问 你财报会看了吗 是啊 财报都看不出来 水果都分不出来 你告诉我你认真 一个搞农运搞十几二十年的人 那个水果基本都不会分 你告诉我你多认真工作 你骗谁啊 那他找陈吉仲去站台 理所当然 你知道本来 昨天我那时候 陈吉仲迟迟的消息 还没有传出来的时候 我本来是想说 最好是这样 陈吉仲有种就 我们来安排一个地方 你跟林北好友 我们来PK 大家来PK看谁赢 陈吉仲不是很爱变吗 但陈吉仲是个标准的SLA 他不敢 他只敢躲在同温层里头 自己讲自己 你看他年昨天临别秋波 那个最后记者会 对有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我从头到尾听到他就是在情乐 他到最后已经讲到什么非洲猪 对 所以我们问台湾做多少事了 对 这个政府做多少事 我们要问你的是鸡蛋 你告诉我养鸡场在哪里 你死都不讲 数量多少 有没有包膜 我全部都不讲 然后去讲扯那也有的没的 你讲的干嘛 完全没任何意义 老实讲 就算民进党上面 本来没想赶他走 看那个记者会也受不了了 这个叫赶快滚吧 因为 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你继续把他留下 礼拜五让他去立法院 那不是一个超级大灾难 不开设想 对 然后这么多媒体拍到 他是这样去回答立法院的问题 那不是整个国家都疯了 所以民进党绝对不能容忍 这种事情发生 那你很明显也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喔 昨天陈吉仲一请辞 林充贤跟着请辞 然后行政院这边 这一个文就是 新闻稿就出来了 里头还细数过去 陈吉仲来一些汉马功劳 这些东西 至少是行政院在单方面觉得 那篇文还蛮长的 你认为会是陈吉仲 脸书写完之后才写的吗 不是 那早就准备好了 很明显的 所以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剧情 但是我必须讲 第一个陈吉仲到今天 还在往自己脸上贴金 他今天讲什么 他说我明天就回学校教书 屁嘞 中心大学说还没有接到你的申请 不是他戒掉的那个时间已经超过了 本来就超过 按照法律规定 你是不可以回去的 因为你已经超过四年了 你不可以回去的 我们你中间如果你满四年 你回去学校休息两年 你还可以再四年 但是你没有回去 所以你凭什么回去 你想的美了 而且我说真的中心大学有这么衰 没有 连学生还要 学生还要再度面对这样一个 自己在当教授的时候讲话 跟在当主委的时候讲话 完全相反的人 这种人教你 你不会精神作乱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他哪一句说是真 哪一句说是假 所以我觉得 陈吉仲这个火宝 其实走的是蛮可惜的 他如果留的 会有更多话题 但是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人是不甘寂寞 你看陈吉仲那种样子 就知道这个人死爱当官 然后死想出风头 他接下来 他可能会全台湾巡回站台 我觉得会 一定会 我觉得林静怡啊 吴英宁啊 这群猪队友 一定会找他去站台 那很好啊 非常好 所以这个时候 要拜托你们中间的团队 虽然难听也要去现场 把这个画面收集起来 你知道如果中间没时间去 拜托国民党自己去好不好 你们找个人去现场 把他收集起来 看他讲的什么圈圈叉叉 全部把他弄下来 然后剪一剪 在文物上播放 那就完美了 这个效应 就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年 陈吉仲我对你期望非常高 还有吴英宁还有林静怡 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好了 陈吉仲这几天 这个搏进了版面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 侯友宜 侯友宜到美国的这个访问 已经进入尾声了 那这一天 他是他第四场的 美国重量级智库的座谈 里面呢 侯友宜特别提到 他说 台湾不只是伙伴 是尽责任的伙伴 台湾愿意扮演 负责任的关系被害人 同时候也提出了攻坚理论 他说有筹码才能够谈判 他是警察出身嘛 警察要先与对方谈判 必须准备筹码 台湾要先提升自我能力 否则要如何和北京谈呢 同时间 侯友宜也投书了外交事务期刊 他在里头主张成立 内阁层级的全民防卫动员委员会 那美方认为这个构想最具亮点 也认为这是当前台湾人民所最欠缺 尤其是侯友宜直指民进党 没有好好教育台湾人民的优患意识 必须要补强 特别吸引美方注意 包括AIT前理事主席普瑞哲 他也特别提到 会中有非常多的细节实质的讨论 让大家对侯友宜在两岸关系 台美关系的想法有非常清楚的认知 侯友宜非常清楚了解台美共同利益 以及共同担忧与关注的话题 那这个是参与讨论的 还有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孔明尚 他有转述 他说大家问了侯友宜很多很难的问题 但侯友宜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同时提供了很好的观点 侯友宜对美台关系 以及眼下的局势艰困 都有的非常明确的理解 而且他说他不认为 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不过台湾确实面临来自中国相当严重的威胁 而且美国和台湾政府 也都非常清楚这些威胁 我刚刚特别提到侯友宜这一趟的 美国行友宜之旅 其实现在进入尾声了 跑了非常多的地方 见了很多人 而且很多是赖清德见不到的人 那么到今天为止 我想听听这个委员 怎么评价侯友宜这一次出访 虎友宜这一次出访算是平时 而且也算是成功 至少没有什么太大的失误 这是第一点 我给他的评价很好 第二个给他的评价就是说 他让美国知道说 我也是亲美的 对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以前韩国瑜 他们觉得韩国瑜不亲美 就搞一个王立强 让你好看一点 那如果他觉得 侯友宜是亲美的 那基本上美国 不会给他出拐子 美国很喜欢在各国选举里面 各国选介入选举 搞东搞西 所以对于美国学者来讲 你只要表现亲美 你有讲某些话 很接近他的意象 那对他来讲 就农心大悦 美心大悦 比如说这个侯友宜讲说 我们要成立全民防卫动员委员会 美国想说 那跟我的情政作战 已经很接近了 对不对 那好 这是自己人 这是自己人 台湾的选举就是 总统候选 如果不是自己人 通常会很遭殃 韩国瑜就是这个 很悲惨的例子 美国从头到尾打到底底 是 那所以 台湾脑保险支持也没用 因为我们不能否认 美国在台湾社会 还是有很强大的影响力 那很多的重要人士 都是有 有美国国籍 要跟美国报税 所以美国控制得了这些人 这些人 会对影响到很多 就关键上的事情 那侯友宜这一次 就是让美国人放下心 本来他还用望远镜看着 侯友宜这个人 那现在 近近去看一看 哎呀 他跟朱立文讲起来 一样是亲美的 那我就放心了 放心了 所以至少把美国人的忧虑 排除在外 就是第二个要给他赞美 为什么 很多很多朋友觉得 为什么呢 美国怎么样 客观现实 在台湾要选举 如果让美国人觉得 你是亲美的最好 那如果是 你不亲美 也不要反美最好 或者世界说 哎 你不要有点亲中的 我不能接受 你有点亲中的 像洪秀树就被打了半死啊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啊 国民党不得不换掉他啊 你以为国民党要换住 美国不会指导指导 对 因为国民党 基本上领导阶层是亲美的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不亲美的国民党会打死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谈话很好 然后当然 他有一个跟赖金德做区隔的 第三个重点很重要 就是说 我是亲美 我也会听你的话 哎 美国你放心 你不要给我出拐子 但是我会说负责任的伙伴 你担心赖青德 会超出你的步调 注意到美国在操作台湾 跟那个中美关系 是有个节奏感 你不可以太激进 想要表忠 你也不可以太不足 好像你有点的亲近中国大陆 所以这个 这个节奏上 这个 这一次的侯友宜表现得很好 就是 哎 美老大 我亲你啊 但是 我不会制造问题 让你受到困扰 我是很负责任的伙伴 听懂了吧 再第三点就是 哎呀 我会做什么 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 在美国人听起来说 我要你买武器 你照常会买 那 这一点 坦白讲 任何台湾的担任领导人 无可奈何 对 马英九在论的时候 美国塞他武器他买不买 买 照常买啊 对不对 陈水扁买不买 买 你都买不买 买 蒋经国买不买 对不对 阿萨布鲁武器塞一大堆 你还不照常买 光去买一个 这个法国的武器 美国就给你弄一个案子出来 给你看 隐清风案子给你看 对不对 所以 也不能怪了 因为我们台湾的 也不否认 各政党各阶层里面 CIA不需要布了多少间谍在这里面 所以有时候 这个AIT的处长 可以管得到的 比国民党党主席管得到还多 不过说到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今天对媒体说 他看过太多的份民调 大部分民调都是侯友宜往上升 很多都是第二名 而且内参民调里头 侯友宜目前也是相当稳定 跟柯文哲都是相当接近 侯略为领先 保持在第二 而且如果是一对一的民调 侯或柯都赢賴清 所以因为侯友宜 访美回台之后 就要启动这个蓝白河了 现在朱立人是在 铺一个蓝白河的氛围是不是 这份内参民调 其实这些内参民调 明天搞不好徐府 就会讲一个就是说 柯文哲是第二名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当然每个政党 有每个政党 现在他的这个政治的考量 也好 或是说他想要曝光 或是说他想要带动的方向 那确实侯友宜 在最近这一个月的趋势是往上 而柯文哲是受困的 就是说他基本上没有增加 那有些民调他是往下的 所以这个对国民党来讲 是一个契机 怎么说呢 尤其在这个 最近高宏安的事情 又不断的被拿出来 这个每天这样 每天这样 当连续剧这样打的时候 对民众党 会造成一定程度的 这种中间选民的不信任 陳吉胱也救了高宏安 但是你看结束了嘛 所以今天高宏安又有新机上场的时候 那对国民党来讲 当然这个是一个等于讲 在野整合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今天老实说 在野分裂 就是通通被民进党消灭 这一个都不会活下来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葱 雷 雷 最近